14岁女孩的洞房花竹叶 被逼着在几百人面前 脱掉所有的衣服 一丝不挂地展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接受王室成员的审视 这是法国王室的婚礼习俗 但远嫁而来的奥地利公主玛丽 却尴尬得无出顿心 在仆人掀开被子后 两人立马钻进了被窝 本以为羞耻的局面会到此结束 结果这时国王却适宜进行下一项仪式 随后众人拿起盘中的小球 扔向躲在床上窘迫的玛丽和路易 原本寓意着对新人美好祝福的仪式 此刻在众人的哄笑声中 似乎变成了一场羞辱 短短的一分钟 玛丽却觉得比14岁的人生还要长 等国王命令婚到该结束 他们应该出去了 玛丽和路易才可以休息了 没有经历过如此闹剧的玛丽 被吓得瑟瑟发抖 这一刻 他希望来自丈夫路易的依靠 然而让玛丽没想到的是丈夫路易 是一个胆气为负数的存在 比起玛丽的瑟瑟发抖 人高马大的他直接被吓哭了 之后害怕原房的路易 更是直接抛下玛丽的溜浪 新婚之夜 玛丽一人独守空房 更悲剧的是玛丽还发现 在寝殿各个角落的门洞里 都有人在暗中窥探他们新婚夜的一举一动 吓得玛丽赶紧回到床上 用被子死死蒙住自己 恐怖陌生的一切 直接让玛丽在新婚夜做了噩梦 他拼命地想要逃出这座窒息的王宫 却成为每个人眼中的笑柄 无处可逃 最令人崩溃的便是醒来之后 噩梦几乎就要变成事实 14岁的玛丽彻底崩溃了 她起初并不想来敌对的法国 但母亲告诉玛丽 身为奥地利的公主 通过联姻促进两国利益联盟 是她与生俱来的责任 于是玛丽就像牲口一样 被母亲压迫着培训法国的礼仪 然后登上政治的舞台 她曾悲伤地跪下来恳求母亲 念在往日的母辞子校上 能让她留在母亲的身边 也曾愤怒地撕碎衣服 发泄自己不想联姻的愤怒 但无论做什么 也改变不了联姻的命运 玛丽只能任命地被送往法国 跟太子路易联姻 而法国人也不想跟玛丽联姻 先不说法国跟奥地利的利益冲突 就说玛丽14岁的年龄 听说连那个都没有来过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很担心玛丽 到底能不能起到繁衍子嗣的作用 不过不愿意归不愿意 政治生物终究还是得以政治为先 他们最多就是在不破坏联姻的技术上 给玛丽下一点小绊子 于是玛丽唯一的陪伴宠物狗 被没有护照的名义拒绝入境 原地遣送回国 玛丽恳求女官网开一面 却被对方无情地一把推开 这一屈膝 玛丽很久都没有站起来过 在管家的带领下 玛丽来到一栋皇家别墅 见到迎接她的国王路易十五 玛丽按照女官的提醒谨慎行李 但国王却亲切地告诉她不必拘束 毕竟这里并不是凡尔赛宫 随后热情地将玛丽介绍给王室成员 但大家冷漠的态度让玛丽尴尬不已 而此刻姗姗来迟的未婚夫路易 更是只在远处向玛丽行李 不曾与她讲一句话就匆匆离去 这无疑让身在一厢的玛丽更加失落 在吃饭时 玛丽秉持莲姻的要求 对路易一阵地讨好 但路易仿佛遇见洪水猛兽一般 对玛丽避而不及 这是一个女人风风火火地闯进晚宴 也不对自己的迟到道歉 倘若无人地坐到国王的腿上 比她亲热起来 玛丽好奇地询问他们来人是谁 可没有一个人搭理她 似乎不认识来人一样 只有同样远嫁的意大利公主郎巴尔 在事后告诉玛丽那个女人叫杜巴丽 其他的则不愿意提及 仿佛杜巴丽是什么难以欺耻的人 大概是两人有着相似的处境 此后他们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此时的郊外 国王问路易如何看待自己的未婚妻 路易戒戒巴巴半天 也只是憋出一句 面对这似是而非的答案 国王很是无奈 但婚礼还是不可避免地进行着 14岁的公主来法国联姻 被赏赐了一盒珠宝 当他高兴地摆弄财宝时 却发现盒子有一封警戒信 不要轻信宫内之人 他们正盯着你呢 墙有缝 闭有耳 那一刻玛丽内心一紧 他感觉自己被无数人监视 透过索眼看外面 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他 仿佛要把他撕碎地吃掉 而那些他喜欢的珠宝项链 仿佛化成一条条锁链 要将他拖入河水的溺死 醒来的玛丽再也睡不着 对联姻再无半点庆幸 第二天一早 玛丽身穿法国宫廷服饰 乘坐马车抵达凡尔赛宫 作为即将嫁入法国王室的一国公主 她将再次接受所有人的目光审视 但众人要看的不是她娇好的容貌 也不是她华丽的裙子 而是在观察法国未来的王后 有没有能老好处的地方 或许是心理作用 玛丽觉得每个人都是戏谑地看着她 而正中间的杜巴丽更是想杀了她 这下的玛丽半了一跤 她顿时惶恐不已 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被以此问罪了 还好为了胆婚礼流长 根本没有人管她 对于一个女孩而言 完美的婚礼无异于是一件大事 然而玛丽的婚礼 被没有准备好当丈夫的路易弄得一团糟 路易紧张得不停地颤抖 半天也没有给玛丽带上婚戒 玛丽轻轻抚摸一下她的手 想安慰一下她 结果吓得路易把戒指都给扔了 不过婚礼还是举办成功了 当路易为玛丽带上婚戒的那一刻起 她悲剧的人生就已经注定 起初路易是想靠近玛丽的 但出现开头洞房的那一幕后 路易被吓破胆了 每次见到玛丽都是逃跑 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 玛丽没有和路易说过一句话 也无法尽到楚飞的责任 奥地利大使兼玛丽的军师提醒她 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通过和路易生死来坐稳楚飞位置 为奥地利争取更多的利益 法国人也按搓搓地提醒玛丽 我们找你来是为了繁衍子嗣的 不是来当吉祥物的 生不出孩子 我们就废了你 在众多压力下 玛丽只能咬紧牙关 想方设法地去勾搭丈夫路易 为了迎合路易 玛丽甚至去参加了 她并不喜欢的狩猎活动 玛丽也见到了丈夫在猎场上 全然不同的一面 当看到路易果敢的 猎下一头公路时 玛丽也在远处为丈夫欢呼 流露出的也是发自内心的崇拜 她宛如迷媚地告诉路易 她以为路易会打不过公路 谁知道路易一刀就了解公路 可惜玛丽的一番恭维 除了让路易心生欢喜 也让路易一阵反感 因为她想要来自妈妈的抚慰依靠 而不是迷媚的恭维 把路易的性格以偏盖全的形容 就是间接性愁愁满志 持续性混吃等死 聪明的她有着许许多多的想法 也愿意进一步的去做 但一旦遇到困难 路易不是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反而是倒退99步的逃避问题 你们想干嘛就干嘛 我管不了就不管了 所以人们总能看到她倒退98步 面对玛丽的婚礼也是如此 作为个人 她没有做好丈夫和夫妻的准备 作为法国储君 她不知道如何通过联姻 讨好爷爷国王路易失误 乃至协调法国与奥地利的利益关系 于是她选择倒退98步 不去掺和任何事 导致在与玛丽的婚姻中 她宁愿每天偷窥玛丽在干嘛 因为玛丽的一句话或喜或悲 然后把爱意写在日记本里 也不愿意去见玛丽 解决两个人的困境 导致玛丽每天被两国政治家圈梯 母亲直接写信告诉她 赶紧跟路易洞房 不然等玛丽被法国废掉的那天 自己就以叛国罪处理掉玛丽 政治家的亲情何等淡薄 在这样的压力下 玛丽决定另辟蹊径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有多会玩 让男人排队伺候她的情妇 往她的隐私部位喷香水 场面越牛头人 路易十五就越加的兴奋 对于情妇杜巴丽 路易十五是无底线的宠意 杜巴丽左手戴着宝石戒指 右手拿着钻石手链 十分纠结难以做出选择 然而国王还未开口 大臣就率先出言制止 表示他的账单已经远远超过了恶毒 国王欣赏着眼前被自己宠爱的女人 随后将大臣叫到一旁警告他 再敢让杜巴丽不开心 自己就做掉他 大臣再也不敢说话了 让杜巴丽贪婪地花掉国库每一分钱 而国王的无止境处爱 也让杜巴丽胆大包天起来 想把手伸到路易的头上 想通过掌控路易 继续当法国的无冕之王 于是他私底下约玛丽见面 说自己想帮他和路易交好 不知道杜巴丽具体身份的玛丽 秉着想学习夫妻知道的目的 答应他的要求 而在那个保护措施没有很先进的时代 玛丽不小心内斗了 而裙下的红色水滴 不仅预示着玛丽终于长大 也终于没问题地能和王子拥有子嗣 趁着欢乐的气氛 杜巴丽给玛丽传授了夫妻之道 给玛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让门外偷听的国王露出窃窍 看起来曾孙吻了 学习完毕的玛丽乐呵呵找到路易 想跟他实践一下 但路易的无动于衷 依旧让玛丽没有成功 两人迟迟没有洞房的行为 让杜巴丽生出非分之想 试探的说路易是不是有健康问题 要不要自己去试探一下 其目的是响母平子贵 通过控制孟葫芦路易来燃指法膜 谁知国王突然暴力地收紧杜巴丽11 狠狠地给了杜巴丽一巴掌 打得他晕头转向的 国王警告杜巴丽 离路易这个继承人远一点 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 然而对于野心勃勃的杜巴丽而言 这一巴掌可吓唬不了他 他还是想控制路易的当无冕之王 谁知这实处意外了 大家聚在一起闲聊时 国王的两个女儿提出 他们想撮合狼巴尔和国王在一起 美其名曰是想父亲幸福 实际上是远家的狼巴尔单纯好偏 又很早就守了寡 没有什么根基 是他们与杜巴丽抗衡 争夺权力的不二人选 玛丽对此好奇 为什么不能撮合杜巴丽和国王 大火文言哈哈大笑 嘲笑玛丽还不知道杜巴丽的真实身份吗 她号称巴比伦封尘女子 14岁就出来做生意了 这样的人怎么配成为法国国王妻子 因为不敢承认作为王公贵族 居然输给封尘女子杜巴丽 他们对杜巴丽一阵的诋毁 这让玛丽感觉到羞辱 因为她意识到杜巴丽教她的 是封尘女子的本事 她被杜巴丽骗了 作为奥地利公主 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 她羞耻愤怒地准备起身离开 却又不小心摔倒 再次被众人嘲笑 路易见状 本想追上去安慰玛丽 结果却被玛丽误以为她也是来嘲讽自己的 质问她为何这样对待自己 自己嫁到法国以后 每个人都是冷于她算计她 就连丈夫的路易也是如此 为什么要这样 路易不知道该怎么说 选择继续耸包地逃跑 玛丽一把拉住她 表示路易不说就不让她走 路易只需要告诉她 自己哪里不受她喜欢了 就算是骂她又矮又丑又平凶 还是其他脏话都可以 只是恳求路易跟她说一句话 然而路易只是甩脱玛丽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无论玛丽哭得如何让人心碎 她也是哭泣得不愿开门 最后在日记本上写上一句对不起 当玛丽哭得正伤心时 奥地利大使还不肯放过她 让女仆递信给玛丽 正好这时杜巴丽也来了 玛丽仿佛想到了什么 于是明目张胆地把信件放在抽屉 生怕杜巴丽看不见放在哪里 随后跟杜巴丽掰扯起来 为什么要骗她 聪明的杜巴丽很快就猜到真相 她也不再伪装 杜巴丽几乎威胁地告诉玛丽 她没资格跟自己发脾气 玛丽需要自己的帮助 让玛丽冷静下来以后 好好考虑要不要自己的帮助 杜巴丽说完就走了 然而到了晚上 她偷偷派人偷走了玛丽的信件 落入玛丽的圈套 玛丽故意给她看信件 就是想知道杜巴丽是敌是友 而信件的被偷取 玛丽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她可以肯定就是杜巴丽干的 让奥地利大使多注意杜巴丽 他们战争要开始了 这个国王一边抚摸着 西红柿上奇特的褶皱 一边赞誉着果实的警示 给指尖带来的压力 看着国王如痴如醉的讲解 王子一脑袋的问号 此时的国王已经爱不释手 反复纠缠着番茄 突然国王直接缓推 切插到了番茄底部 这褶皱西红柿的鲜嫩魔力 让国王发出神清气爽的长叹 仿佛发现什么秘宝一样 看着国王神神秘秘的模样 让路易一阵的迷茫 为了让路易和玛丽洞房 国王给路易传授着人生经验 询问路易听完他生情并茂的比喻 明白了什么 路易试探地询问道 明白番茄应该生吃 而且冰镇以后最好吃 国王文言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在路易还在纠结 番茄是生吃还是主书好吃时 玛丽已经和杜巴丽开战了 杜巴丽来询问玛丽 需不需要她的帮助 玛丽表示自己不需要帮助 也能拿捏好路易 杜巴丽的笑容彻底消失 表示自己的眼里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听她话的人 一种是注定被自己弄死的人 玛丽用沉默反抗的威胁 与杜巴丽闹掰 面对杜巴丽即将到来的报复 玛丽分析一下局势 知道杜巴丽为所欲为的底气来自国王 只要国王不再宠爱她 杜巴丽就是掉水的只老虎 于是她打着跟两个公主一样的目的 想将朗巴尔介绍给国王 以此抗衡专宠的杜巴丽 而朗巴尔看着忧愁的玛丽 答应跟国王见面看看 很快 玛丽带着朗巴尔私下约见了国王 一起品尝来自意大利的咖啡豆 国王渐渐地对骄难的郎巴尔产生兴趣 慢慢地朝他靠近 公主还是对国王近距离的接触产生抵触 仓皇地逃离了现场 仓促的撮合也就此告一段落 更可悲的是 路易十五这个极其好色的人 居然对孙媳妇玛丽产生了兴趣 酝酿着不好的想法 而杜巴丽也开始自己的计划 他一方面蛊惑路易的弟弟 也是自己的迷弟盟友普罗旺斯 赶紧结婚生子 这样没有和路易发生关系 又没有子嗣的玛丽 肯定就会被遣送回国了 普罗旺斯表示自己会考虑的 两人谈话间 国王的秘书闯了进来 他是杜巴丽刚勾搭的情人 是来伺候自己的 而迷弟盟友普罗旺斯只能走人 这么多年来 他都没有得碰过风尘女子杜巴丽 普罗旺斯文言弃的咬牙切齿 却也只能忍怒地离开 解决完普罗旺斯以后 杜巴丽找到老国王的捕获他 让自己去伺候路易成人 打算双管齐下的解决玛丽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国王并没有拒绝 同意让杜巴丽去试探路易 看看能不能帮他成人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路易自己去选择 要玛丽还是要杜巴丽 而得知这一消息的玛丽 瞬间丧失了希望 毕竟都快五个月了 自己无论是做什么 丈夫路易也曾未和他说过一句话 奥地利大使写信给玛丽母亲 告知玛丽此时的处境 母亲立马书信一封 斥责玛丽 让他为了奥地利的利益着想 停止自己的任性妄为 赶紧跟路易凡言子嗣 别无他法的玛丽 只好从丈夫路易下手 他在阁楼找到了 正在打铁发呆的路易 可对方一见他撒腿就跑 玛丽也立马追了上去 两人就这样在阁楼 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两人之间的气氛 渐渐变得融洽 路易也主动给玛丽 看他亲手养的鸽子 小心翼翼地交到玛丽手中 肌肤的触碰 让他们的距离不再遥远 对视地笑了起来 这一次的相处 让玛丽意识到 自己的丈夫好像比较含蓄 而不是真的讨厌他 有了争宠胜利底气的玛丽 在宫廷宴会上 别说给国王爱宠杜巴丽行李 就是看也不看一眼 直接趾高气扬地离开 让他在一众贵族面前丢紧颜面 被羞辱的杜巴丽 绝不会就此罢休 两人对立的局面 也彻底走向了 不可挽回的状态 这个国王情妇真是猖狂 仅仅是因为一位老臣笑话他 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杜巴丽便用小刀划破自己的手臂 随后来到国王面前 轻轻地皱了皱眉头 国王心领神会 老臣当即就被流放边疆 国王如此容忍杜巴丽放肆 只是因为杜巴丽想让玛丽滚 而国王不愿意 把杜巴丽给得罪了 在之前的路易争夺战中 路易见都不见杜巴丽 就告知国王自己想让玛丽留下 而且为了哄玛丽开心 他恳求国王去奥地利 把玛丽的宠物狗找回来 让玛丽能有个伴 路易这一系列动作下来 虽然没有确定发生关系人选 但结果显而易见 大家私底下都在笑话杜巴丽 风尘女子就是风尘女子 再怎么努力也上不了台面 这严重打击了杜巴丽的颜面 所以他撒娇地让国王遣返玛丽 而国王直接拒绝了 解释自己说了选谁由路易决定 路易选择了玛丽 自己尊重他的决定 这让是宠儿交的杜巴丽十分不满 处处跟玛丽作对 也跟国王耍小脾气 国王不堪其扰 便说一家人去风干白鹿散心 忘记一切的繁忙 试图让玛丽和杜巴丽重归于好 但这根本不可能 在王室众成员来到风干白鹿度假时 安排住宿事宜的杜巴丽 故意停止了路易房间的装修工作 让他只能住进距离玛丽遥远的位置 两人之间刚刚燃起的火苗 也因为距离不得不烧的缓慢 不仅如此 杜巴丽决定推进普罗旺斯的婚事 只要弟弟率先上下继承人 就能撼动路易的王储地位 就连普罗旺斯的结婚人选 杜巴丽也针对玛丽的选择路易王母 曾亲自为路易挑选的约瑟芬公主 试图用离间计挑拨他们的关系 当普罗旺斯当众宣布这个消息时 这一消息顿时让玛丽产生危机感 即使约瑟芬要嫁的是弟弟 但玛丽还是将她当成了自己的亲敌 这个计策不仅挑拨了玛丽 也挑拨路易一家的关系 对于国家的继承人来说 婚姻只能是用于联姻 普罗旺斯的自作主张 很明显是忤逆了国王 不过国王并没有生气 而是说此事由路易来决定 路易同意就好 而路易的决定是不同意 他认为自己比普罗旺斯大几岁 在没有准备好情况下 把自己和玛丽的婚姻弄得一团糟 却无力改变 他认为普罗旺斯也没有准备好 是听了某个人的忽悠才想结婚 曲约瑟芬公主回来只会是捣乱 但普罗旺斯听不进去 他认为自己和路易不一样 说什么也要曲约瑟芬 最终软弱的路易再度妥协 同意了普罗旺斯的婚事 这一切都被老国王看在眼里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杜巴利搞的鬼 因为杜巴利和玛丽的矛盾 两个人闹得王室鸡犬不宁 许多事情都被打乱节奏了 于是国王找到奥地利大使 让他不要忘记了联姻的目的 奥地利想和普鲁士和俄国三分波兰 但惧怕在波兰边境的法军 如果奥地利大使让玛丽求和杜巴利 让他们在众人面前握手言和 自己就会从波兰边境撤军 默许奥地利三分波兰的政治扩张 得到了国王的英语 大使急忙去找玛丽商量此事 大使告诉玛丽 只要他尽快生下继承人 约瑟芬公主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路易不愿意就继续诱火 只要功夫深 铁棒磨成针 同时不要跟杜巴利起冲突 他是国王眼前的红人 为了国家利益 他们应该学会妥协 可在大使认认真真为玛丽分析了局势后 14岁的玛丽还在耍小孩脾气 依然一身反骨不肯服软 让事情更加的糟糕 这个色欲熏心的国王 居然想睡自己的孙媳妇 天天来孙媳妇门前叫唤 因为孙子路易似乎是性无能 连女孩子的手都不敢碰 让漂亮的孙媳妇独守空归 色迷心窍的爷爷国王 开始对孙媳妇起了歪心思 对玛丽动手动脚的 玛丽一阵敢怒不敢言 这天国王来找玛丽 说自己允许她去骑马 还会装修好路易的房间 让他们可以同房 这让玛丽高兴的上窜下跳 而这时国王居然已让玛丽冷静的理由 轻轻地抱住了玛丽 玛丽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就感觉到背后的义务 玛丽被吓得急忙挣脱国王的怀抱 随意地找个理由 赶忙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这并没有阻止国王的色心 当天晚上 国王就来到玛丽的门前 玛丽被吓得一击灵 缩在墙角不敢说话 而国王叫还半天都没人答应 以为玛丽不在 便转身离开了 见国王似乎走了 玛丽急匆匆地逃离房间 去找闺蜜狼巴尔寻求帮助 下楼梯的声音吵得大家都能听见 造话弄人 此时路易看玛丽心情不好 想来跟他聊聊 却发现玛丽房间空无一人 加上刚刚听见的急促下楼声 没有意识到 玛丽正处于危险之中 过了几天 被玛丽视为情敌的约瑟芬公主来了 打开车门 走出的公主眉毛浓密的连成一字 嘴唇上还长着茂盛的胡子 五官英整体搭配显得尖嘴猴腮 远道而来完成婚约的公主 凭借着狂野的长相 一出场就把未婚夫普罗旺斯 下得落荒而逃 事后更是求爷爷告奶奶 说自己不娶约瑟 国王说婚约已定 普罗旺斯就是死也得举办冥婚 这让普罗旺斯一阵欲哭无泪 杜巴利正对约瑟芬进行紧急改造 先用蜜蜡除去脸上多余的毛发 看起来是清秀干净不少 虽然还是无法与玛丽他们相提并论 但政治联姻这个东西 能带来利益就好了 要啥自行车呀 时间来到晚上 国王举办了篝火晚会 大家都知道晚会的目的是告诉所有人 杜巴利和玛丽已经重归于好了 为了各自的利益 国王和大使都在劝说当事人 给对方一点面子的求和 两人表示知道了 然而当众人渐渐退去 篝火下只剩下玛丽和杜巴利对立而战时 杜巴利却没有暗计化表露笑容 而是双手插腰 趾高气扬地等待着玛丽当众向他问好 这让14岁的玛丽小孩子脾气又犯了 几经挣扎尝试 却始终开不了口 最终还是仓皇逃离了现场 这无疑再次激怒了杜巴利 就连国王也变得严肃起来 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践踏 消息传入了远在奥地利的母亲耳中 母亲认为玛丽的叛逆行为无异于叛国 写信把玛丽骂得狗血淋头 倔强的玛丽彻底把自己逼上了绝境 正在她茫然无措时 一辆马车出现在了身后 随后示威粗鲁地将她抱上马车 车上等待着她的正式法国国王 看着国王的一脸怒容 玛丽恳求国王放过她 自己是她的孙媳妇 然而国王只是告诉玛丽失去点 赶紧跟杜巴利求和 不然后果自负 国王说完将玛丽推出车外 玛丽被狼狈地丢在地上 宛如落水狗一般 事到如今 她不得不像所有人希望的那样 向杜巴利低头 让她趾高气扬地嘲笑自己 虽然丢了颜面 但似乎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路易心疼地跑到她身边 将玛丽扶上马 帮助她握紧缰绳 紧紧地护在玛丽的身边 让她在孤立无援的境地里终于有了依靠 听到路易的话 玛丽仿佛被抽空伪装的坚强 可以向小孩子的大哭起来 这一刻 他们开始做好成为夫妻的准备 结婚大半年后 夫妻两人终于迎来第一次圆房 但毫无经验的两人 迟迟没有成功 失败的耻辱更是让路易无法抬头做人 羞愧地逃离房间 玛丽坐在窗边惆怅不已 感觉人生一片黑暗 但有时候彩虹就在风雨后 这天国王故作轻松地告诉大家 他打算让路易夫妇替她巡视巴黎 让法国百姓见见路易夫妇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了 尤其是跟玛丽屡次作对的杜巴黎 在那个没有视频录像的年代 让路易夫妇在官员百姓面前露脸 几乎就是代表权力的交界开始了 玛丽文言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谁知此时国王居然抱着肚子 痛得一脸冷汗 最后直接倒在了地上 国王很快就被送往房间治疗 大家都意识到 国王此时决定交权给路易 是不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每个人都想在权力洗牌前 从老庄家的手里多拿几张牌 杜巴黎仗着受宠 居然不允许所有人探视国王 哪怕是医生也不行 普罗旺斯拿出路易夫妇是第一继承人 自己是第二继承人压制杜巴黎 言明他们有资格面见国王 可惜没有用 最后还是国王召见他们 他们才得以见面 面对软弱可期的孙子路易 国王还在鼓励他要坚强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准备好 才可以做的 任何人的人生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无论什么情况都迎难而上 哪怕是国王时日无多 路易还是没办法开口说自己可以的 哪怕是一句善意的谎言 然而第二天一早 国王再次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路易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 国王还调侃道 恐怕路易还得再等等才能继位 你们都可以放心了 然而当国王被过重人时 他强称的笑容瞬间从脸上消散 显然他真实的身体状态 离时日无多也差不了多少 大家也察觉到这一点 想继续从国王身上捞牌 而受宠的杜巴利又杰族先登了 国王站起来告诉大家 自己将迎娶杜巴利为妻 在自己活着的日子里 杜巴利将拥有王后的一切权利 至于自己死后 国王刻意的媒体 因为这个劲爆的消息 一场晚宴也弄得不欢而散 两位公主害怕被杜巴利清算 恳求父亲不要迎娶杜巴利 然而无论他们说什么 国王都是非取不可的态度 让两个公主要么认下继母杜巴利 要么滚出皇宫 两个公主只能认怂地闭嘴 而杜巴利自从得到国王承诺后 一招得势的他可谓是无法无天 为了报复宴会上侮辱他的普罗旺斯 他直接以婚服需要房间存放的理由 将普罗旺斯夫妇赶到阁楼居住 那个房间小的还不如下人宿舍 这让普罗旺斯气得牙根痒痒 直接摊牌地告诉杜巴利 一定要站稳啊 不然摔下来会很惨啊 与普罗旺斯撕破脸皮后 杜巴利几乎是与法国王室为敌 他必须得铲除所有敌人 不然等待他的绝对是生不如死 这个王子无法抬头做人了 无论他怎么努力 他都没有办法抬头做人 让妻子无聊到一阵打哈欠 最后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面对约瑟芬的跃举行为 普罗旺斯不停地发牢骚 把锅推到约瑟芬的丑陋上面 约瑟芬不屑一顾 表示如果不是为了生孩子夺太子位 谁愿意跟他呢 让普罗旺斯准备好了喊他一声 他先睡一觉再说 然而等天都亮了 普罗旺斯还没有准备好 当大家都在争权夺利时 最有竞争力名分的太子妃玛丽 和国王的未来王后杜巴利 没有忙着拉帮结派 反而是又继续耍小脾气地斗起来 玛丽需要前往巴利视察人民 作为未来的王后 赢得巴利贵族们的认可 对她来说至关重要 而当女官拿出为她准备的 庄重沉闷的法国礼服时 玛丽二话不说就直接扔了 离经叛道地想自己弄一套 当然其真实目的是咽压杜巴利 当她跟设计师提出邀约时 设计师却表示自己没时间 只能为一个人设计服装 摆明就是站队杜巴利了 这更加的刺激玛丽 之前被逼着跟杜巴利道歉 就已经让她怀恨终生了 现在势均力敌了 还怕杜巴利不成 于是她夜以继日地化设计狗 不管外面的政治斗争如何激烈 也不管路易现在的感受 一心就想压过杜巴利 几天后 玛丽一早便来到设计师面前 告诉对方一个道理 自己这个未来王后是将来时 而杜巴利的未来王后是过去时 你猜国王还能坚持多久 玛丽简短几句话的游说 就让设计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造型室为她打理好夸张的发誓 和精致的妆容后 玛丽穿上为她量身定制的白色礼服 穿上礼服的玛丽在阳光照耀下 宛如天使一般 让众人都惊乐在了原地 路易携手玛丽在众人的审视下 缓缓走下楼梯 一同踏上了前往巴黎访问的马车 虽然华丽的亮相惊艳了众人 但此刻玛丽的心中还是无比紧张 害怕民众不接受她这个奥地利人 玛丽害怕到甚至想尿顿 直到巴黎民众的欢呼声响起 玛丽终于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得到了认可 而百姓之所以认可她 只是因为路易十五奢侈无度 他们以为换一个国王为好一点 所以才支持玛丽的 路易与玛丽的此次出访 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天 他们兴奋地返回凡尔赛宫 接受王室成员的掌声欢迎 沉浸在喜悦中的玛丽 并未察觉其中几人的脸色甚是难堪 到了下午茶时间 玛丽上扬的嘴角 根本藏不住她的喜悦之情 她满心期待着大家来赞美她们的完美表现 然而普罗旺斯却先发制人 宣布自己和约瑟芬结婚两月后 终于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这句明朝暗讽的话 让玛丽和路易一阵下不来台 不停地扭动脖子 而玛丽也只能强行挤出笑容恭喜约瑟芬 抢先一步怀上孩子 无疑让玛丽的心情跌落了谷底 到了晚上 玛丽和路易想要做点什么来换回面子 却得到吓人的禀报 国王病危了 国王虽然已经64了 前段时间还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却还是不肯放弃风流本性 无论杜巴丽如何劝阻 他也不放弃日夜操劳 最终感染天花的性命垂危 此时的国王满脸泡疹 连呼吸都很费力 由于天花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所以医生建议大家离开 尤其是国王继承人路易 但杜巴丽还是选择留在国王身边 这不仅是他宠溺了半辈子的男人 也是此生唯一的依靠 屋外的路易也胶着不安 意识到自己即将继位成为法国国王 他坚持要进到屋内 向祖父转达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但玛丽不允许作为王储的丈夫去冒险 他站出来表示自己已经得过天花 有一定的免疫力 可以进去替路易转达 随后玛丽来到伯王的床边 听到路易的承诺 国王激动地流下热泪 随后叮嘱玛丽要替他好好照顾路易 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而最后一句嘱托则是关于杜巴丽夫人的 国王恳求玛丽看在他的面子上 能让杜巴丽有尊严地活着 玛丽用含糊七词的话答应了伯王 1774年 波旁王朝第四位国王路易十五 就这样死于天花 在房中等候消息的路易与玛丽 此时也被仆人们扣响了房门 在神圣的加冕仪式下 路易正式继位为波旁王朝第五位国王 开启了属于路易十六的政治生涯 玛丽也终于熬过了种种侮辱与排挤 顺利成为法国王后 而加冕仪式上 玛丽永远高出路易一个身位 也似乎象征路易这个软弱的国王 永远只是玛丽的傀儡 此时的法国已经进入从封建社会 走向现代社会的转折期 这对年轻的夫妻是抓住机会 壮大法国的实现路易中心 还是把法国带到沟里呢 玛丽成功登上王后宝座后 彻底暴露自己无法无天的面目 新皇刚死三月 玛丽就无法承受每天祭奠老国王 跟不同人说话的枯燥生活 尤其是只能穿一身黑色丧服 整个皇宫都是黑色 更是让玛丽崩溃 于是她假借不会拒绝她的路易之口 宣布国王的葬礼就此结束 将所有的丧布全部撕碎 宣告以后的凡尔赛宫只有快乐 女官们纷纷劝戒这不合理智 但玛丽可不管这些 她深刻贯彻唐朝太子李承前的名言 如果谁敢见我 我就杀了她 杀个五百人 谁还敢见我 在这样的心态下 女官大臣被玛丽免职 剩下的女官就再也不敢劝调了 之后玛丽让喜欢她的百合闺蜜狼巴尔 当自己的管家 支持自己为所欲为 玛丽连国王的祭奠仪式都敢破坏 更不用说她的遗嘱了 玛丽直接违背先王的遗愿 将杜巴丽夫人送进修道院求进 日日看自己享受荣华富贵 这个决定得到大家的鼓掌叫好 毕竟恃宠而骄的杜巴丽 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临行前 杜巴丽夫人前来恭喜玛丽成为王后 也来为两人称不上有意的关系画上句点 玛丽与杜巴丽夫人之前的战争 到此终于告一段落 但玛丽要面对的挑战却并未结束 身为异国之母 她并没有一个子嗣 风头全部被约瑟芬抢走 而她软弱可欺的丈夫 此时正被所有人团团包围的索要权利 面对着内忧外患的时刻 玛丽的政治决断是成立时尚部门 给自己买衣服的开心一下 在路易补偿她的小特里亚农宫里为所欲为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 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更不知自己将在39岁时 被指控花光国库送上断头台 夫妻结婚数年 妻子依旧是完毕之身 玛丽的骄纵任性 把路易逼得抬不起头 可玛丽还是不知道悔改 在路易赐予的小特里亚农宫里 过着毫无节制的奢靡生活 整日热衷于举办豪华的舞会 无数昂贵的珠宝涌入她的宫殿 奢华的时尚风气在玛丽的带领下 席卷法兰西贵族圈 玛丽肆无忌惮的挥霍 更是引来朝臣与民众的不满 但懦弱又无比心软的路易十六 对这些批评视而不见 继续掏空国库的支援玛丽 甚至帮玛丽报复她的敌人 当普罗旺斯来找路易 让他任命自己为理事会委员时 路易拒绝了普罗旺斯 只因他得到托估大臣厂功的密谋 普罗旺斯曾经和杜巴利密谋 企图遣返玛丽 路易拿着证据地告诉普罗旺斯 如果他真的想为国出力 不妨去玛丽的设计部门出力 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玛丽原谅了他 自己可以让他当官 但以玛丽有仇必报的个性 怎么可能原谅普罗旺斯 当普罗旺斯带着约瑟芬来求和 说自己的妻子擅长乐器 可以进入时尚部门演奏不实 玛丽表示自己不相信 除非约瑟芬给部员们展示一下 让王族给平民百姓演奏 这无异于是一种羞辱 普罗旺斯可以忍 约瑟芬忍不了 直接甩脸地走人 玛丽见状也是高兴不已 这一次闹聚下来 普罗旺斯他们的四人小团体 也意识到和玛丽是不死不休的状态 打算用另一种方式影响朝政 此时的路易迟迟未选出总理 自己又没有前刚不断的能力 导致许多事情都被搁置 于是他们推选交好的帕雷斯当总理大臣 玛丽也不甘示弱 推选跟奥地利交好的人当总理大臣 两队人僵持不下 整天围着路易吵得不可开交 让路易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询问拓故中陈厂公该如何处置 厂公没有给出答案 而是劝诫路易的表示作为国王 总理大臣是谁应该由路易前刚不断 大家只能推荐而不是认定 同时无论谁是总理大臣 都只能是国王治理天下的妻子 路易应该是去掌控他 而不是害怕他夺权 同时路易应该想清楚国王和丈夫 他认为第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 在厂公的寻寻善诱下 路易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 不过他还是得看看两派人的态度 路易来小特里亚蒙宫里 此时的玛丽正在举办宴会 肆无忌惮地演奏音乐 所有人都盯着光鲜亮丽的玛丽 没有人在意国王来了 甚至还有人撞到了他 也没有一句道歉 这让路易觉得面子受损之余 也看出了玛丽的执政态度 他在日记本上写下 权衡力毙后 路易对总理大臣有了自己的抉择 这是史上最没排面的十权国王 他站起来表示有话要说 但没有一个人在意他 继续自顾自地说话 哪怕是老公主不听的敲杯子 玛丽也懒得管他们 路易只好不等他的宣布 自己将不任命总理的独揽大权 不够会任命老公主推荐的帕雷斯维老师 教导自己如何管理国家 变相地任命帕雷斯维总理大臣 而不是玛丽推荐的亲近奥地利的大臣 玛丽闻言瞬间暴怒起来 这个被宠坏的娇妻当场翻脸 玛丽为了赌气再次选择连夜离开 但这一次她的确越过了界限 虽然路易性格软弱 作为君主也缺乏决断 可玛丽的任性妄为 却挑战了她作为一国之君的权威 路易赌气的不再搭理玛丽 两人的感情出现危机 老公主她们抓到了机会 凡尔赛宫内无故飞出许多小纸条 关于王后玛丽不堪入耳的留言 传遍了整个凡尔赛宫 此时的玛丽已经声名狼藉 路易愤怒地找来场宫 询问小纸条上说的留言是不是真的 场宫如实地告诉路易 玛丽确实跟许多男人有所接触 但却没有确定他们发生关系的实质证据 这段时间以来 玛丽则是和帕雷斯的侄女约兰德 一个同时拥有十几个情妇的女人交往生命 两人经常躲在房间里 不知道聊些什么 玛丽宠爱约兰德宠爱道 连闺蜜狼巴尔都冷落针对 除此之外 约兰德经常和帕雷斯大臣见面 是叔叔侄女叙旧还是什么 他们暂时还没有查到 一番含糊其词的话说下来 其实就是点拨路易 玛丽虽然没有出轨 但私生活也不检点 还跟间谍亲亲我我的 这让路易暴怒无比 命令奥地利大使带着留言信 去把玛丽喊回来的 让玛丽给自己解释一下 但为了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 政治智慧是一点都不突出 戏头上的玛丽文言更加生气 丝毫不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 不但嘲讽软弱的路易不像一个国王 更不配当一个丈夫 连碰一下自己都不敢 连太监都不如的 玛丽对路易一阵的侮辱 激起了她的小脾气 路易表示既然他们不满意彼此 那就离婚吧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这让玛丽一阵惊恶 与此同时的宴会厅 玛丽带来的乐师 不仅与普罗旺斯发生冲突 更是将她吓得一屁股 坐到怀孕妻子的肚子上 导致其流产了 然而从约瑟芬肚子里掉出来的 只是一个沙包罢了 普罗旺斯夫妇为了巩固地位 竟然联手上演一出假怀孕的大戏 眼看临盆在即 他们便开始寻找意外流产的机会 为了制造假象 约瑟芬直接用剪刀划伤大腿 然而这一切却被躲在床底的密探发现 毫不知情的玛丽来到约瑟芬的病床前 真心地安慰对方 同样作为女人 她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 但她也只是安慰一下 并没有打算惩罚大家认为的凶手乐视 而皇家间谍将假怀孕一事告诉路易 心肠柔软的路易并未选择戳穿 也并未因此责罚普罗旺斯他们 以流放乐视来让事情翻篇 因为比起闹怀孕的丑闻 与玛丽的离婚才是重中之重 两人之间不和谐的私生活 以及性格上的巨大矛盾 让路易觉得他与玛丽简直水火不容 或许离婚的一别两宽 只是短短的三天 帕雷斯就准备好了离婚后财产分割 跟奥地利交接的合同等事宜 现在就差路易在修书上签字了 眼见两国联姻即将分崩离析 玛丽的哥哥约瑟夫二世迅速赶到法国 阻止妹妹继续胡闹 挽救这段即将走向毁灭的婚姻 结婚七年 妻子还是处子之身 路易想和玛丽来一下 但略带粗暴的行为 却让玛丽感到恐惧 连声拒绝并一巴掌伤了过去 怒骂了路易一番 玛丽的交纵彻底熄灭路易想挽回的心 说什么也要离婚 跟来劝他们不要离婚的哥哥约瑟夫坦言 财产分割时 法国的彩礼自己可以不要 奥地利的嫁妆元属奉还 只想与玛丽离婚 不同于玛丽毫无城府的性格 约瑟夫虽然没有彻底掌握视权 但在国王位置上待了多年的她 在朝夕相处中 发现路易还是喜欢玛丽的 只不过是无法忍受玛丽的交纵任性 于是制造了一个让两人好好聊聊的机会 但她显然低估了玛丽的任性程度 此刻的玛丽厌倦了这段一潭死水的婚姻 甚至想尽快离婚回到奥地利 一番口出狂言后扬长而去 留下大哥和路易大眼瞪小眼 最离谱的是 路易为了挽回这段婚姻 热脸贴了很多次冷屁股 都愿意来会一世洽谈 而玛丽正在堵桌上玩得忘乎所以 还嘲笑路易就是一个耸包 离婚都不敢离 这让约瑟夫气得够强 这样骄纵的妻子给自己 分分钟弄死她 真当自己的前两任妻子死得很干净吗 事已至此 约瑟夫算是明白了 要想让玛丽不要再破坏两国联姻 就等让她认清楚现实 约瑟夫威胁地告诉玛丽 与路易解除婚约后 她并不能重获自由返回奥地利 而是会被关进法国修到院中度过余生 玛丽作为法国王妃 她知道太多的法国机密了 奥地利也不敢开口 毕竟打不过法国 而且人家用的理由也很正当 玛丽不可置信 自己明明光花钱享乐了 什么也没有干嘛 可约瑟夫表示人家不相信 事实上也没有人会相信 在这样的残酷现实前 玛丽不敢骄纵了 答应会好好地和路易谈谈 路易也决定亲自去看看 今后将要关押玛丽的牢房 而当她看到鼻子狭小的房间时 却不禁再次心软起来 主动要与玛丽进行最后一次沟通 这一次面谈 在哥哥的引导下 两个人终于敞开心扉 承认对彼此的爱 路易的真情流露 倒是让一旁的玛丽受宠落惊 经过一个下午的畅谈 两人都坦诚面对了内心的感情 也主动承认反思了自己的不足 重归于好了 事后约瑟夫告诉玛丽 他是幸运的 怜因遇到深爱他的路易 但他们终究是政治生物 利益永远会影响他们的决断 这次离婚危机根源是玛丽的骄纵 但过程却是玛丽宠爱到约兰德 出卖情报给约瑟芬他们 让他们用鸽子随意发放留言信 才导致玛丽差点离婚被关的悲剧 如果玛丽改不了交纵 也要学会政治平衡 喜欢玛丽的百合闺蜜狼巴尔 会是一把很适合砍人的刀 玛丽看了一眼远方的狼巴尔和约兰德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不久后 约瑟夫功成身退地回到法国 作为挽救危机的大功臣 他得到路易出兵帮他侵略别国的承诺 而此后的每一天 凡尔赛宫的各个角落 都被路易与玛丽无法抑制的爱意填满 无论是人前还是人后 他们都毫不掩藏享受如胶似漆的二人世界 几个月后 玛丽冲进路易的办公室 拉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腹部 经过无数日夜的不懈努力 他们终于怀上波旁王朝的继承人了 女人只是想要一个孩子 但丈夫却怎么都硬气不起来 还嫌弃约瑟芬的香水未呛人 直接不顾夫妻间的感情 一招报扣约瑟芬 再顺手甩到墙上 普罗旺斯警告约瑟芬不要再靠近他 破坏自己的宁静 但约瑟芬也不是吃素的 弯肘反击了普罗旺斯的挤压 趁普罗旺斯痛得死去活来时 约瑟芬一脚踩在他的脖子上 对自以为是的普罗旺斯一阵教训 并让他道歉 普罗旺斯道歉后 约瑟芬还是没有气消 跑去跟爱人鬼混 普罗旺斯咽不下这口气 一把掀开他们的被子 露出一个窈窕少女 少女害怕被抓奸地逃跑了 约瑟芬一脸不屑 插开双腿 看向一脸不服的普罗旺斯 让他不服就证明给自己看看 能有女孩的一半能力 自己就认错 而普罗旺斯只是哼的一声 摔门走人 当普罗旺斯夫妇相爱相杀时 玛丽一家却是甜甜蜜蜜的 路易轻轻地为玛丽良富为 估算孩子是否健康成长 虽然很多人都表示 法国王室需要男孩 但路易表示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打开门 送信的人却已经不见踪迹 玛丽看出路易的情绪不对 强迫他手中的画片 发现上面赫然印着污秽的画作 而主角竟是玛丽与路易的表哥夏尔特公爵 标题更是灭称玛丽为奥地利母狗 如此劲爆的言论 对怀胎六月的玛丽无疑是一记重击 画片背后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离间夫妻二人的关系 更是要抹黑玛丽 让他腹中胎儿的血统遭到非议 不仅是玛丽的请殿 整个凡尔赛王宫的人都收到这个画片 谣言本是因为吸引人 而容易被人接受 加上普罗旺斯四人小团体的推波助澜 大家都默认这是真事 私底下里都喊玛丽奥地利母狗 这深深伤害了玛丽 也让路易十分心疼玛丽 他找来顾问帕雷斯 下令关闭凡尔赛王宫 彻查画片是谁干的 一天找不到凶手 凡尔赛宫就不开门 随着路易的一声令下 大批的军队彻查凡尔赛王宫 结果发现每个人都有画片 规模如此大的画片 不是蒲奥能有资金印刷的 加上对蒲奥的询问动机后 帕雷斯觉得此事跟蒲奥无关 而是王室内部干的 他们印刷巨量画片的资金 也有争权夺利的野心 在得到帕雷斯的举报后 路易一反常态的没有吸食宁愿 下令必须严查 于是案件的当事人兼嫌疑人 夏尔特公爵被喊来例行询问 毕竟作为奥尔良家的继承人 抹黑波旁王朝对他也是有好处的 奥尔良家并不是只有奥尔良考试 在询问中 夏尔特声称自己和玛丽只是朋友 没有其他的关系 逼得帕雷斯只能放了他 但他的友谊并不单纯 审问结束后 夏尔特不加避嫌地闯进玛丽房间 对玛丽又搂又报 说这段时间辛苦玛丽了 完全忘记自己的行为已经越举了 还好玛丽及时反应过来 让夏尔特快手 她不应该在这紧要关头 出现在自己的房间 这会让他们说不清楚的 然而已经晚了 玛丽送夏尔特出门时 发现有人正跟踪夏尔特 这意味着他们正被监视 自己将会迎来无止境的责备询问 王后临盆在即 她满心欢喜孩子的到来 面对路易的质疑 玛丽被伤透了心 但她却没有解释 因为这种时候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 吃饭时 路易压根就不搭理玛丽 自顾自地吃着生蚝 一副情感破裂的样子 这让约瑟芬找到机会 说路易喜欢吃生蚝 问玛丽要不要吃一点 怀孕的玛丽很讨厌生蚝 可为了讨好路易 她还是不得不强人恶心地吃了几个 可约瑟芬越加得寸进尺 摸着玛丽的肚子 说自己怎么没有感觉到太冻啊 是不是已经死胎了 对于一个母亲而言 没有比伤害她孩子更残忍的事情 玛丽的委屈再也忍不住 泪水夺垮而出 伤心地跑了 路易急忙追上去安慰玛丽 普罗旺斯责怪约瑟芬自寻死路 没事惹路易干嘛 普罗旺斯无言以对 而玛丽在路易的安慰下 情绪渐渐稳定 但夫妻间的感情裂痕 却是怎么也磨平不了的 第二天 约瑟芬被帕雷斯约谈 怀疑话片就是她搞的 理由是她和普罗旺斯日夜努力的造瓦 但她无论怎么做 不行的还是不行 眼见着玛丽即将领盆 如果她生下皇子 也就意味着两人再无继位的可能 所以她就造谣玛丽 让孩子失去王位的血统支持 对于帕雷斯的猜疑 约瑟芬拒绝承认 说了很多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说的越多 错的越多 帕雷斯对约瑟芬留下一个心眼 与此同时 路易倾尽全力去调查真相 只为还玛丽一个清白 派人查封了看印画像的秘密据点 让留言不会再扩大传播 最终也根据动机将幕后黑手 锁定在弟弟普罗旺斯 和表哥夏尔特本人身上 两人的房间都被翻了个底朝天 而士兵在夏尔特的房间 发现画片的原件 帕雷斯询问夏尔特这是怎么回事 夏尔特还是坚称这不是自己的 是路易和帕雷斯故意放置 用来陷害他 理由就是打击自己这个情敌 可惜没有人听他的 最终夏尔特以造谣的罪名被下语 而同样被翻房间的普罗旺斯 则认为自己被路易怀疑搜房间 王子的尊严受到侮辱 跑去要路易给他道歉 并侮辱玛丽一番 事到如今 路易也不再隐瞒什么 他点破约瑟芬甲怀孕的事情 严明普罗旺斯连欺君之罪都敢犯 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 现在回去夹紧尾巴做人 他们还能维持表面的和平 二皇子第一次被路易的威严震慑 不敢说话的急忙离开 回去后立即找到约瑟芬 认为他们假怀孕的事情败露 一定是约瑟芬泄露出去的 就因为他每天无能抱怨 才会被人听到的 但约瑟芬此时拿出一份手稿 上面全是他精心绘制的各种误会画像 目是普罗旺斯狗咬吕洞钉 不识好人心 他可是一直为普罗旺斯的王位奋斗者 原来他的确是在幕后造谣的真凶 普罗旺斯翻看约瑟芬画的小皇叔 感叹他真的是天才 然而两人的对话都被约兰德听见了 作为帕雷斯安插的间谍 他很快就趁约瑟芬他们出门时 偷偷潜入房间找到手稿画册 并将其交给了帕雷斯 然而正当帕雷斯准备提交手稿给路易时 宫中传来消息 玛丽领了 新的权力洗牌将会因为孩子而改变 玛丽王后正在生孩子 为了保证王室血统的纯正 避免离猫患太子的戏马出现 他必须在所有人的围观下进行分娩 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吼叫 将紧张的气氛推向巅峰 而由于产房被观众们围得水泄不通 空气稀薄 加上从他来法国起 每个人都在算计他 让玛丽甚至出现了幻觉 毕竟全场除了紧握他手的路易 就只有狼巴尔是真的关心他 其他人都是害怕他生出南海 希望他难产的一时两命 经过了长达十个小时的折磨 终于传来一阵清脆的啼哭声 玛丽的孩子出生了 但本人因为生场昏迷了过去 狼巴尔也被玛丽吓晕了 所有人一拥而上 想看看孩子的性别 关注未来的权利走向 唯独路易注意到昏迷的玛丽 紧张地趴在他身边 恳求玛丽快点醒来 千军一发之际 侍女用剪刀划破玛丽的脚底 强烈的痛感让玛丽清醒过来 醒来的第一刻 他便迫不及待地 要将孩子揽入怀中 孩子是一位小公主 围观群众纷纷投来了失望的眼光 三三两两地离开了 但玛丽感受着孩子在怀中的体温 只觉得无比幸福 即使在众人眼中 玛丽依然未能完成她王后的职责 但在父母的眼中 无法继承王位的小公主也一样珍贵 而这个女儿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权利的洗牌 初为人妇的路易感觉压力山大 想为自己的家人做些什么 就是帕雷斯提交画片手稿 确定诬陷玛丽清白的就是约瑟粉 路易看了看画册 无奈地长叹一口气 让人去带普罗旺斯来见她 此时普罗旺斯他们还在庆幸 玛丽只是生了一个女儿 他们的王位还是稳的 却收到了路易的传唤 一见到普罗旺斯 路易二话不说地给其一顿胖揍 目持她的叛逆 严明自己为了王室尊严 不会惩罚普罗旺斯 他以后或许还是王位继承人 但自己只要再是一天 他就别想在国内任职 荒唐的画像事件终于水落石出 顶罪的夏尔特也被无罪释放 路易与玛丽乘坐马车 前往小公主的受洗仪式 普罗旺斯一众人送行 看着普罗旺斯鼻青脸肿的模样 以及最近的风言风语 玛丽肯定普罗旺斯就是诬陷自己的人 而她的丈夫路易 又一次心软地放过了他们 不过玛丽并没有悲伤 因为她现在还有更头疼的事情需要处理 母亲给她写来信件 信中没有一个母亲的关爱 没有一个外婆对外孙的欣喜 只是很冰冷的一句话 为了奥地利的利益 您必须在一年内生下儿子 这让玛丽伤透了心 幼年时期就远嫁他国的玛丽 不仅在尔虞我诈的凡尔赛宫里 时时刻刻活在别人的阴谋与算计中 就连血脉相连的母亲 也未能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只把她当作政治联姻的工具 在这样的处境里 玛丽时时刻刻生活在无穷的压力之下 心态终于崩溃了 马丽抬头四望 发现并没有人说话 但她知道就是有人在骂他 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个两个 也可能是全部 自此以后 玛丽为了在无休止的压力中 寻得片刻的喘息之机 开始更加奢靡的生活 也跟一些男人的举止开始亲密起来 而这些男人里温文尔雅的飞森 是最吸引玛丽的存在 两人经常聚在一起玩一些小暧昧 而这一幕都被路易看在眼里 路易觉得心里很不适滋味 玛丽的放纵 让她和路易又迎来一次感情危机 王后抬高双腿 为了给法国王室生下继承人 她每天都需要保持这个姿势 至少半个小时 在王室中成员以及母亲 催促她生下儿子的巨大压力下 玛丽渐渐变得麻木 婚姻的幸福甜蜜也渐消磨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每日任务 除了定期的造小人以外 路易都是忙于各种战争 为了暗算强敌英国 路易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暗中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 让英国人在美洲吃了一个亏 结果被英国发现了 与宣战的英国每天打来打去 这一打就是好几年 也没有分清胜负 忙于应战的路易 甚至连回寝殿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但她还是非常在意玛丽和孩子 在开战的第一时间 就将他们送去小特里亚农宫安顿 却没想到这座公寓 却成为了玛丽与费森爱意滋生的温床 其实不只是费森 玛丽还面对着夏尔特的追求 在法国的王室里 国王有好几个情夫 王后有好几个情夫 大家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纵然有人心生不满 也不会说什么 面对越来越绿的帽子 路易不知道是真的无暇顾及 还是刻意的逃避一切 他宣布自己要御驾轻征 与英国决议死战 玛丽得知后急忙来阻止路易 却发现费森在军事会议上 玛丽难以掩饰的紧张 两人之间不自然的眼神 也被路易敏感捕捉 即使心碎 他也并未选择戳穿 而是逃避的宣布出征 希望被宠坏的妻子 可以自己迷途之反 路易的无私奉献 让犯错的两人万般羞愧 毫无疑问 他们给了彼此最真挚的感情 也可以在法国特殊的环境下 没有心理障碍的拥有彼此 但他们的爱情终归是越矩了 是一段孽缘 最终两个人用一个吻 结束这段痛彻心扉的爱情 守住了彼此的体面 然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天晚上 远在前线的夏尔特突然跑回来 说法国已经大胜英国 他迫不及待地想告诉玛丽这个好消息 然而下一刻 夏尔特却想要亲吻玛丽 吓得玛丽立马将对方推开 然而夏尔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唐突 还想和玛丽亲近 追着玛丽不放的强吻 严明他是真的喜欢玛丽 直到玛丽威胁要喊卫兵以后 夏尔特才离开 玛丽这才意识到夏尔特对自己的喜欢 已经陷入了偏执越局 再继续下去对他们都没有好处 于是在路易带大军干事后 他以善离之手的罪名举报夏尔特 而早就对情敌不满的路易 抓住了这个机会 当即对夏尔特做出处罚 没收了他的军衔 并连夜将他驱逐出凡尔赛 接着他又乘胜追击地派遣费森去参军 想解决所有的敌人 玛丽虽然不舍费森去参军 但也知道该结束了 默许这件事的发生 这天玛丽刚回到凡尔赛宫 就收到了母亲离世的消息 她终于忍不住悲伤的情绪 崩溃地哭了出来 后悔自己不应该冷暴力母亲 在这一年里 母亲一直给她写信 言明自己的时日无多 可玛丽只当她是打感情牌 许多信件事已越不会 或者是看也不看 对于这个强势的母亲 玛丽是又爱又恨 但一切恩怨纠葛 到此已经结束了 又过了几年 在嫁入法国的第11年里 玛丽生下了她与路易的第一个儿子 在完成了王后的职责后 玛丽开始了更肆无忌惮的生活 随之而来的便是走向 不可逆转的悲剧结尾